中華電信位於板橋柏青路的新線大樓工地 今天上午10點多傳出電梯裝潢的鷹架缸梁倒塌 導致兩名工人分別受到輕重傷 教育部昨晚宣布三場課剛做談會延期 學生團體今天下午到教育部抗議 並對此失信行為表達譴責 同時呼籲教育部停止逃避並證視問題 請聽學生想法 27歲台灣男性遊客 11日與友人造訪澳洲著名景點居然烏入鲁石 已企圖超近路 不慎跌落20公尺深的岩石裂縫內 受困超過27小時後 終於在12日傍晚成功獲救 搭火車去中部宜蘭 也可以用悠遊卡一卡通 台鐵宣布 30日起民眾可持電子票證 在蘇澳台北屏東間 共164站刷卡乘車 預估每日將有30萬乘客受惠 新航亞太電視總理報導